阿爸,這裡是哪裡啊? 我告訴你,這裡是大廚的龍安宮 龍安宮? 對,你看喔,這廟看起來很傳統,對不對? 嗯 這廟店的頂童也很傳統 當作十二寶寨 十二寶寨? 那是你做什麼? 唉…我告訴你,你先看 你有看到一位寶寨特別高嗎? 沒有啊,就一位阿姨很漂亮,在跳舞啊 對啊,有一位阿姨特別高嗎? 你有看到很特別嗎? 沒有,是對你特別嗎? 你是看得到嗎? 沒有,看得到最小啦 他是一個男生,扮得 有帥哥喔 對啊,我帶你來小小子 走啊,走啊,走啊 我們就說這個彥虹 以前在搖廟有請一些我們以前、古早的 阿姨說沒有的,來 他教他,然後他都在嘗試這個工作 剛開始,他有遇到那個瓶頸 阿姨也是很聰明,真的打招 對這個又努力,又在騎著 我對這個小子真的很堅定 他也很努力,也蠻辛苦的 其實他都是靠自己啦 一路走來,他都是靠自己 他也是一直很堅持阿昌 也越來越多這樣子 哇,你的雞尺還不太多啦 對,這說的沒有 對喔,還有這個耶 沒有這樣的面具 對… 這是什麼的? 這有的,對不對 超可愛的 永恆是說我有發現喔 你這裡的頂頭啊 都是比較傳統 而且是越來越少人在做的頂頭 對阿… 為什麼你要特別選這些 因為就越來越沒落了 就想說要傳承下去這樣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信念 對… 就專挑這種不好做的 對啊,我發現他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女孩子的角色 不然很喜歡他 很喜歡以前那種紅頂藝人 對嗎 像那邊菜頭、瑪莉亞那種 對嗎 斷串的 我有發現喔 這個夾馬 是不是就是我們之前見面的時候 你頭上戴的 對… 他一定會有什麼特別的帥 我跟你說 漂亮… 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戴這個 而且他全裝 完全就是認不出來 他是男兒生 然後超美 真的耶 大家都想要跟他拍照 真的… 真的… 還要漂亮 真的… 這也是你自己做的 就是買假髮 來服裝 裝飾化 對 喔… 這個是什麼角色啊 就是… 像牛黎珍那個… 麵婆 或是那個公碑婆的時候 我就下去反串的時候 都要戴這個比較文假髮 所以只要是反串的角色 這個等於是一個 對… 對… 這樣要到啊 他會比我們還要漂亮 我們還要幹嘛 我們… 你可以試試看啊 不然你… 你也反串這個好了 公碑婆 是喔 我們可以讓應璇來體驗一下這個嗎 可以嗎 那…那這個要先… 這個是屁股 屁股 對 這個是屁股 不的屁股 有屁股 對 這樣明天的屁股 所以應璇他如果真的對這個 有興趣的話 他是可以跟著你們一起練習的嗎 可以啊 最近我們要在一個比較正式的場合 可以讓他表現一下的 就是那個神龍大帝聖誕 我們要去祝壽表演 祝壽表演喔 你要表演給神明看喔 阿翔 我怕他有聽說 他說他一開始在做這個燈炒的時候 你覺得 家裡的人都沒有支持嗎 是 不是 他說這裡沒看過我 這就是他說他吃人的烤肉 比較穩定 對不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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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現場是真的有觀眾的喔 真的嗎 OK嗎 趙輝 那是不是我表演力特別強喔 是喔 有觀眾表演力特別強喔 對… 那你加油喔 我們如果為他整個這個 台灣廟會 頂頭的這個發展來看 或是說傳統表演藝術的發展來看 你會發現的是說 在前後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流行開始導致這個廟會 大時間我們會看到說 流行就是演流行的角色 女生就是演女生的角色 你平平還看到一個女生來演女生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是很多事的 所以有時候 在現代社會 你看到前彈 你可能會想到紅頂藝人 就是他有這個反竄 這個角色反竄 你會覺得這個有一個 比較機械的東西 變這個 比較吸引大家的目光 所以這就 形成現在現代人頭的一個新的文化 加油… 妳都跟著我 喔… 沈玄加油 這個腳很痠喔 對啊 這個腳很痠 我本來想說這個應該還滿簡單的吧 沒有 我覺得他們真的滿厲害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包含那些阿姨啊 說實話 年紀都比我還要大 但他們可以長期這樣練 然後體力比我好這樣 其實我大概只練習了幾個小時吧 然後我就 我就已經滿頭大汗了 然後衣服 然後褲子 牛仔褲全濕了這樣 然後前進後退三次 前進後退三次 然後就結束了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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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很累 還要靜離是不是 對 瑩瑩瑩瑩來… 幫你幫忙一下 好嗎 如何 妳現在還好嗎 妳現在在這裡是哪裡嗎 我在哪裡 妳在哪裡 我是誰 妳是誰 都忘記了 對啊 這個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但是其實妳的表情是看不出來的 妳們的表情是看不出來很累的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妳覺得最累的是哪裡 大腿 大腿 對 而且我一直… 因為腰一直彎下去 妳的腳要支撐 對 而且我的腰好痠 腰… 因為要一直扭是不是 對啊 還是扭… 永鴻妳有沒有什麼 還要再提醒她的 因為那個神龍到底的生日就是今天 就是表演的時間勝不到半天 所以那個走位的部分 要再多熟悉一下 熟悉 好… 這樣你們繼續練 像那種頂頭 都會跌倒腰 像這種事 交給我修理就好 你繼續練 我來幫你們修理 這樣… 我們再練一次 她快點… 永鴻所成立的鳳宣民俗記憶團 主要是為了團生台灣的傳統頂頭 包括牛蕾、水族、公愛婆 部長、壽蘭、恰果、丁丁 她都有辦法來打扮出頂 也因為她的新冠精錄 加上完全的大部分 都是婆婆媽媽扮演的角色 總是可以在廟會的現場 去陰到大家的目光 有夠香的 我在旁邊出去怎麼會流出來 阿嬤 你這個米粉 是算你的手樓菜對不對 沒有啦 這騙人的啦 這騙人的啦 騙人的 你謙虛喔 阿嬤 我今天有聽雄鳳在說 她一開始在做這個頂頭的時候 你好像家裡的人都沒有支持 你怎麼說的事情 想像種的跟 我實際上做的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很多時候就是 拍攝的時候是拍攝可能做個樣子 但實際上是 你練習的時候也是真的很硬的下去練耶 不是跟你拍假的 是每個步驟都是拍真的這樣 我聽到有聽雄鳳在說 她一開始在做這個頂頭的時候 你覺得 家裡的人都沒有支持嗎 不是啊 這個沒睡覺了 所以不敢她辛苦了 不是說她這個 就是說她吃人的口感 比較穩定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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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幫忙 你剛才那個洋風 他在那個頂頭裡面 蒸得很漂亮 你有看過嗎 有啦 有喔 有漂亮嗎 有啦 有教他 他就是怎麼做你厲害的 他都沒人家教他 這樣喔 很厲害 對 因為這個他沒去學 你現在沒在 你頭頭有話想要跟你講 他心裡 我阿嬤 他這麼好 他很發大事 所以你現在算說 你也太擅長了 有啦 你才跟他操縱了 其實之前遇到永鳳的時候 是在廟會現場 然後其實是他很風光的樣子 因為你就會看到他 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大家都為他鼓掌 然後甚至很多人 會特別去跟他合照 但是今天從早上一路這樣下來 我就有看到了 另外一個面相的他 然後我也會覺得 一個28歲的年輕人 他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用現在的思維去想 就是年輕人創業 然後包括剛剛跟阿嬤聊天的時候 或者是從永鳳自己在講的話裡面 一開始家人是不支持的 那包含永鳳的媽媽也是 從一開始的不支持 到現在自己下去跳枕頭 然後我覺得會讓我想到 就是其實我們很多傳統家庭 可能不太知道要怎麼去表達情感 但是我相信永鳳的努力 他們全部看在眼裡 然後直接用行動去支持他 我覺得很溫暖 今天是新郎大地的聖誕 因為我們這裡的在地的廟 永鳳也帶到他的團隊 要做回來共襄勝出 很厲害 還很努力 而且今天算是應選頭一拜 參與公愛婆的頂頭表演 他今天整個阿嬤都很認真在練習 待會兒我們來看他的表現怎麼 待會兒就是公愛婆生 要過十幾個表現 要過十幾個表現 我覺得永鳳啊 雖然他在表演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神 隨時都在觀看著整體的狀況 他真的是就像他自己說的 他夠前夠後 連他現在在表演 他也就是要看旁邊的阿嬤 有跳到啊 跳不到 然後我覺得應選也 越來越有模有樣 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跟著動作 但是現在其實可以看得到 他經過練習之後 他整個人還蠻融入其中的 超可愛的 說聲的 我覺得整個最難的 真的是體力上的問題 進來寶城之前 想像中的跟 我實際上做的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很多時候就是 拍攝的時候 就是拍攝可能做個樣子 但實際上是 你練習的時候 也是真的很硬的下去練 你不是只是那邊做個樣子 導演來要拍那個攝影師 來拍一下 不是 是你要練習到那個 跟著下去練的 不是跟你拍假的 是每個步驟是拍真的這樣 我覺得他還算可以 滿有天分的 就是因為他剛接觸這個 陣頭這樣子 可是他 就是如果再多練幾次 就是可以 也是可以跟我們一樣 這樣 對 今天看到永鴻他們的表演 我覺得讓我很感動的是 其實你從他一開始 甚至前面練習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他就是好重 嚴重 什麼事情都自己來 集合阿姨 或者是你要設計節目 或者是你要訓練 甚至是籌備那些道具 服裝 都是他自己弄 甚至到場上表演的時候 他邊演 他還要眼睛邊看著其他阿姨 有沒有走錯位置 或者是整個表演有沒有好這樣 這一次這樣子了解下來 其實就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很真心的 熱愛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怕辛苦 也不怕困難 你一定會找到任何方式去解決 而且你會感染到你周圍的人 一起來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而且可以做得到最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